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公将军是在守平英允过的 此时却说要暂缓出兵 又该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将军有令 大典未成兵马不发 如今我等向中原进发 蟒贼近在咫尺 将军临阵却步 又如何能使军民臣服 偏将军 属下也莫可奈何 您请回吧 罢了 多说无意 让你们见笑了 文殊一心未明 何须担心他人笑话 子叙教训的事受教了 不敢 不敢 文殊是否听过 绿一女子的传闻 略有耳闻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不日便要北上 不知北边的战况如何 是否会影响同行 若是如此 诸位不妨与我军同行 我军正往昆阳进发 如无意外 先锋应已抵达巷河关 确实 若能与你同行 要过关口也较为容易 有子血相助 我军必能视如破竹 道士博生 如今驻守蔡阳 得通知他来御水一趟 向圣公将军道贺 若诸位得空 希望能帮我传个信 不是大事 没问题的 说起博生 蔡阳眼下应是安定许多 除了妖魔脑人之外 不过 这倒是其次 此话怎说 日前接回一些线报 只说兄长有意 颠覆圣公将军 自立为王 但他 肯定不是会有此念头的人 文书这么说 是觉得有人有意 放出这番谣言了 正是 只是 这事情 也不好大张旗鼓地调查 或许我们可以稍加探听 有劳了 那么 向和官再见 一言为定 还是禀告将军好了 您是那位文书将军带来的英雄 我真的没辙了 您可得帮帮忙 瞧你一脸慌张 发生什么事了 我近来 在通往昆阳那带 遇上莽贼的士兵 但那装备不如寻常 只怕是李军的斥后 这可是大事 为何不禀报将军 能说我当然会说 只是 圣公将军为了登基大典 无暇留心军务 可他也不允许咱们向文书将军报告 说这是余局 这种要事都还计较 话可别乱说 这事 我们该怎么帮你 我眼下也不好擅理岗位 直接逮住那家伙 您深受将军们信赖 又有本事 不知 能否请您大把守 既然是李军斥后 是不该庆护 这事就交给我们 您愿意帮忙 真是太好了 我前次发现他 是在通往昆阳的树林里 他行踪不定 但似乎都徘徊在那一带 难保不会有其他埋伏 还请您务必小心行事 放心吧 我们会好好处理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传闻 陆林军毕竟是各方豪强组成 各有各的野心 若只是流言倒还好处理 就怕是离间计 这事情 可得好好提醒博盛 好 好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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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处理一下 口服就可以了 让我来吧 真酷啊 这 这是药吗 谢谢 重重轻的 只要休息一会儿 或许就能离开守平了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至少 就一个是一个 红尔说的是 这样是人若挤的精神 就是所谓的奸相爱吧 是什么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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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谁啊 这儿可不能瞎晃的 太师子叙 受文书将军所托 有要事通报 伯生将军不在 是御水那位 一人沙光妖魔的英雄啊 哦 是我有眼无珠 失礼了 前日蔡阳附近出现贼寇 将军正外出巡查 应当在南方的树林附近 明白 多谢兄弟 对了 听文书将军转述 蔡阳这儿似乎有些谣言 你们晓得什么状况吗 估计是圣公将军登基一事吧 他自个儿称帝 又不见赏赐 弟兄们多少不服 是啊 大家还是更喜欢伯生将军 就是伯生将军自己 好似没什么打算 这些话 听说也传到了圣公将军那儿 以他的个性 肯定听得刺耳吧 都到这关头了 就怕是蟒贼的计谋 打定主意要煽动咱们 来 若真是李军侍候 向何关恐怕免不了一番苦战 李军估计已镇守在关内 要能从他口中问出些事 也能助文书一臂之力 让他有千军万马 杀过去便是了 看来我们很接近了 足印间距不大 刻意放轻脚步 但走得并不慢 肯定就躲在附近而已 有状态 有状态 你 你 你 就算了 你看 可以 我 你 可以 你 有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太对劲 这不像是寻常的痕迹 那有声音 有状况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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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昆杨这带的地图 连驻守的位置都标明 调查的可真仔细 还好我们拦下来了 这打岔的地方 不知有何蹊跷 看起来就在这附近 去探探 就这么办 有状况 快 那有声音 有声音 好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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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